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转转转 再一次 你是我的花蕾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最近浪姐第三季开播收获了不错的流量 而王心灵的爆红也算是给节目组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 可以说浪姐三如今有个不错的开始 所以很多人也想看节目未来会走向哪里 会不会超过第一季的巅峰时刻 随着节目正片的播出 现实中姐姐也在紧罗密鼓的参与节目后续的录制 最近节目已经开始录制第四次公演 除了一公没有邀请路人观众外 其余的后续公演都有路人观众参与 同样也都有不少场内消息传来 从消息的频繁程度来看 四公称得上是精彩 四公已经算是节目的中后期了 一般来说经历完武功就要考虑成团的事情 而第三季跟前两季有个很明显的不同 就是淘汰的姐姐不多 这点似乎有点跟P哥靠拢的意思 就算是加上爆料中四公淘汰的姐姐 留在节目中的姐姐依旧有20个 不出意外这一季的姐姐成团数应该会创新高 而四公节目组也邀请来了前两季的姐姐加盟 这个时间点把握的还是很不错的 再往后就容易抢夺这季姐姐成团的热度 放在三公四公正好能维持住即将下滑的热度 不过就从目前爆料来看 四公的正义还是蛮大的 不少人对赛制都表达了不解和不满 而据现场观众爆料 这次节目除了邀请了前两季的姐姐外 还给了Twins和王心灵组一个场外拉票的特权 可以打电话给一个自己圈内的朋友 而阿娇最后选择给谢霆锋打电话 所以四公现场也是有了一段 Twins连线谢霆锋的环节 虽然可能很多人想到了惯西哥 但其实除却闹弯弯绕绕的关系外 谢霆锋本身和Twins关系就非常好 毕竟Twins算是谢霆锋的小师妹 也一直将阿娇阿萨当妹妹看 只是不知道谢霆锋在现场观众中 还有多少的影响力 毕竟大多数观众都是有目的的前来的 所以男星的分量可能并不重 除此之外 在四公的PK中 宁静带助李斯丹妮 孟佳和金晨再次唱了《浪姐》第一季的主题曲 勾起了现场很多人的回忆 据现场人称在第一季姐姐表演完后 宁静组得到了全场最高的票数 900多票 在接下来的手类环节成功化身为大魔王 不过节目的赛制 却让宁静的成功显得有些奇怪 因为在节目的设定中 宁静竟然需要阻挡自己带领的第三季姐姐 这对宁静来说恐怕是个艰难的抉择 一边是跟自己一记走来的姐姐 当然是不愿表现的不好 给网机姐姐抹黑 一边是自己队里的姐姐 自然也不愿看他们淘汰 在节目的设定中 宁静竟然需要PK王心灵组 王心灵组在四公的时候是属于宁静组的 也就是说几乎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而且这样的赛制下来 第一轮王心灵和郑秀妍的票数 对王心灵根本就没有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王心灵第一轮算是白干了 而且从赛制来看 节目组一直都是主张宁静组对抗纳英组的 就算是四公邀请了第一季和第二季的姐姐 也是明确地将两者分开 由宁静和纳英分别带队 所以在赛制里最不和谐的一点就在于 为何宁静队的王心灵会跟宁静PK 纳英队的谭维维会跟纳英PK 如果将王心灵和谭维维的顺序调换一下 这个赛制看上去就十分完美 且也符合了节目宁静对PK纳英队的主旋律 前两季的姐姐也从实际上的踢馆变成了真正的助场 而这里面谭维维如果调换回去打宁静 在票数上是更不可能完成反超 但是如果王心灵换到下面PK纳英带领的第二季姐姐 王心灵其实有很高的胜率赢下比赛的 如果打宁静的话 王心灵至少需要903票才能赢得胜利 但是如果打纳英的话 就只需要727票就可以获胜 对于王心灵来说 727票完全没啥问题 这样一来 王心灵队也可以少淘汰一个人 宁静组或许也能多一个出道的姐姐 这样来看 四宫的赛制下 王心灵组成为了真正的倒霉蛋 原本可以顺利晋级的组 却面临着要淘汰一人的危机 真的是让人想不明白 或许节目组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吧 你们觉得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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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